南無本書釋迦阿摩尼佛 無上深親未妙法 百千萬劫難做過 我今見聞得少子 我今見聞得少子 萬戒如來珍惜 萬戒如來珍惜 各位法師、各位聽見,大家好 我們繼續要跟我們說第三關 一百三十八頁 一百三十八頁,陶晉明勝度過來第三招 是古董地設立希望本非營燃非主原性 我們設立就是想就是夢,想就是我們看到這個舌頭 他的性是真流性,是流來中性 所以,陶晉明跟你說,不是因為頂口的症 來顯出這個食君的地性 不是,因為他本身就有流來中性 但是我們這個中性不變,雖然 不是生、偽生,雖然不變 有時候生與無生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中性無敵 所以我們這個舌頭 你這個舌頭的色域的種性 我們就生了這個肉體的色金 這個肉體的色金 我們這個翠子 各位,舌頭 舌頭沒有到三寸 所以我們一生在這個色金 在爭什麼你知道嗎 要吃好,要吃重口味 要吃,只不過舌根而已 你就吃過這個嘴子 過到辣,過到抹肚 過到胃,漏漏,整屈 有什麼好料、賣料 你說要吃重口味 要吃肉類的人 他就是通過這個舌根通過了 吃菜沒氣、沒味、吃皮膚 對不對? 他不吃 就是這個舌頭 你搞怪了 你這個舌頭的肢節 其實你吃醋的,你吃菜 根本的心態是你的心內在分配心而已 不要讓你搖到,嚇到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倒在腰,三米菜 我也很好吃 連湯也好喝到 對不對? 那吃到太飽了 太飽了,舌頭就會拚 拚,這個口味好 我喜歡 這個口味不好 這個我不喜歡 我們這就是叫吃了在辣天 所以我們這個舌根 因為我們種生就是賣了 賣這個生 但是我們賣了本生 其實種生本來就不吃 沒有甜、沒有鹹、沒有獎 這種生就是這樣 以前人說一句話說 生意的吃水丁 代表什麼?你生意要讓我搶 你就知道我沒錢 對不對? 吃我這個 沒氣、沒味、沒油的菜湯 對不對? 有什麼好吃? 不過我們人生意 沒油的菜湯也感覺 唉,滿有味道 淡淡的好吃 甜甜的 對不對? 我們如果沒生意 你在什麼? 看不見人 要叫人來吃一頓的飯 用到這個腸瘋瘋 用到這個 沒有油、沒有絲 這是要怎麼吃下去? 各位 這就是我們心態問題 我們種生的肉 肉食就是這樣 所以永遠就是種生 不能超越 那如果是呢 如果是呢 偽性人呢 對不對? 如果是會悶到這個食 這空 食就是空 他就生了肥蝕 有智慧的舌頭 他知道啦 哎呀 這 根本這就是 好吃、難吃 甜的、苦的 這一切都是空的 介紹你的心態問題 你如果想要吃 對嗎? 你就會吃到飽 我們就會逛了 如果沒有 我們有智慧去挑選 不一定要讓我們的舌頭 去吃那個濃味的 吃那個什麼東西 你有滴肥的水質嗎? 但是你如果可以悶到 你的食欲就是嘎 這樣你就生了發洩 嘎呢 就是因緣修善發洩 對吧? 那就是 這個舌頭本來就是假的 沒有 我跟你說 人如果死去 燒去 嘴氣就變富了 又多厲害 又多吃 又吃多多 對吧? 你的嘴氣就變成 沒了 所以 你懂得好發 發位是對對出來 對舌根出來 我們鋼筋刷法對對對出來 我們沒有嘴氣 要怎麼鋼筋刷法 所以你要應用你的舌頭 你的舌頭應用來說 發洩聽 說好話 你的舌頭來說 讓人不要受氣 這樣子的話 你就是發舌 你的舌頭就不一樣了 你就比有負負負責 有負負負責 發位就不一樣 發位是無窮無盡的 發位就是讓人感受在內心裏面 不要再說 家屬你如果看著你的舌頭是中 中就是不偏不移 沒有偏不移 空有偏不移 那麼你如果可以在內心裏面就成了佛的舌頭 佛泉 佛泉就是佛祖的水智 對啊 藉它沒在中情裏面 所以我們這個 教方教方便送信 教方便送信 它便會寫個實現 所以它便會要發熱情 這就是所有的一些東西 只要你如果有去江湖 有江湖 你就有脫肺 你看留在收乘 就是在這個六斤裡面下功夫而已 你今天去收乘 收到說你騙人 說你很有收的 大陳津電視一天最多 你是這樣會講說法 連死人收乘 說到會比外人 這樣厲害了 不過一支菜都吃不下去 沒有大魚大肉不用說 這個舌頭咽不下去 那這種情形就是沒誤到 積極就是中性 沒有得到法眼鏡 所以看起來 說得犯說得 做得犯做得 不一樣 這就很微妙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起來說 收到你基言 收到菩薩解 你基言有在收的人 我們這支家就慢慢吃到中性肉 我們就會慚愧心 我們就覺得是怎樣 我們的肉就不需要放錢了 為什麼我們要吃人的肉 我們吃到人的肉就更 嚴重 好吃 壞吃 然後吃起來呢 讓你補我膽固固 連軟了你把他噴 再把它噴出來了 吃了是哪裡不太好 沒有關係啊 對嗎 還是怎樣 所以我們跟中性無形之中就結下一個怨 怨就怎樣 我站在那裡看你吃我的肉 我只在痛到你死了 你再給我噴 這樣他不會受氣喔 生氣喔 生你的氣喔 所以中性的肉跟我們肉一樣 我們就不需要放錢 人家不要吃 不然吃飯啊 如果來找來幫你 搖到要死 幫你吃一頓 你啪 一聲就好死了 對嗎 那是怎樣 你不好吃 因為他就是要剋火才會生存 這就是我們人的祖書的所在 所以你舌根下 你如果可以去貼火 你也是開五眼 你如果是尊者 你也是阿羅漢 所以六葉裡面 每一葉都是叫我們去捂 連一個三寸的石金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五眼 還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在吃的這部分 如果很強求的人 三重都很強求的人 你就要好好去參 參什麼 參你的舌頭 把你吸入的這個問題 你把靈眼鏡裡面 河頭 所說的這些威力 踏踏踏踏踏踏到有一天 你去看就這樣你就跳過關 這個在說我們的這個腳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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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跏 畜与烈手 六令赤刀 热吃重令 六热光性 令赤性质 如是依处合格赤色 现于理低 赤世热性 因于乐色 严身一乐 当时破体 丁法乐上 现在我们说到这个心意 这个心意的心意的感触 比较对 大家都知道 容易知道 因为心意叫做瘴 瘴就是 冷 热 粗 油 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都知道 所以 要来说心意 希望 手 是受于我们这生股里面的筋的一部分 这生股里面 手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这个心筋跟外面 合起来 这样叫做瘴 感触 教授说 有一个人 他两支手 这个人都两支手 但是他一支手 是冷的 是冷的 他去梦 他另外一支手 这支手是热的 那么他两支手 向上去梦 这三支手呢 都是相依你一个生股 但是呢 两支手不一样 温度 教授这支冷的 这支冷的手呢 会冷几几 对吗 你这支热的手呢 没太强 这样 你跟他冷作火 这样梦 这支手变冷去 因为 他相过冷了 所以 你的热 如果是热 你就让他 变成冷 同样 反倒回来 你这支手 很热热 疼疼 你这支手 稍微 看得比较冷 你跟他电作火 你跟他合作火 这支手变热 因为 他的胸多 会减弱 你的这个浴度 所以连冰冷的手 也会变成 热热的手 那么这两手 相合作火 那个冷地 冷角地的冷截的 刺目 就 显示出 心意 离开到冷截以上的时候 同样有地角 今天不是你这两支手 合作火 你才有 知觉 忍乐 不是 你离开忍乐 你的身体的地角 同样也知道 有这个胸多 有这个胸多 所以心筋缩队的 境 因为冷截 胸色 这个 冷截 胸多 所以心筋缩队 触定 就 有力 有合 这两种胸 让我们鼻鼠 两支手 冷 和热 因为三支手 有合 合固 合固 就会流 所以我们出现到 冷 和热 你的火 上 上 热 的上 其实 每一个人都不能 动作一样 一样动作 很久 同样 都很久 就疲劳了 眼睛看太久 也疲劳 眼睛听太久 也疲劳 嘴 说话 说太久 也疲劳 这个胸多 感触太久 也是疲劳的 但是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 铺铛心中的疲劳 上发出来 这个都是很微妙的 那教授跟你说 你的心股 这个感触 这个感触 就是 那个 铺铛心的疲劳 铺铛 靠疲劳 铺铛就是 真心 真心 就是 土心 真心 真如心 在我们的内在 内在的 铺来种性 里面 是怎么 它的疲劳 就是 因为我们 停顿在 同一个动作 里面 太久 就会翻 会翻 这个体格生出来 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 这叫做 疲劳上 那么这个疲劳上 我们现在说 还有 有遗 还有孙 不一样 我们看 139页 头前面 算 这个圣区的肢结就是头过顶 无限优秀 你这个圣区你都不要去碰触任何东西 你桌子你不要去跟顶 你不知道这个桌子是冷还是定的 因为这就是顶 顶就是外向 顶就是外面的东西 我们这个圣区因为有离和合两种梦顶 你现在手起来合作会这样叫做合 两支手给它跳开叫做离 你如果离开你圣区你就没感觉畜生 你两支手给它合我来你就知道 它里面温温的热热的 它有温度的 所以你离合这两种梦顶来说 当然我们最初都是买真去梦 所以这种的境界上 因为灵所以才会立所 所既然有所就有梦立 所以会生去梦灵 所以才有离合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人能乐是什么 我们的知觉 我们的计备有的能力 你离或是合 这都是非凡非真 离和合都不是真 这都是非凡的 这叫做梦灵 灵就是动荡 灵就是不安的 灵就是不一定的 灵到天上就没了 灵到天上就没了 希望的灵这就是假 所以你跟合这两种梦顶 因发到你的地角 那么躲在这两种中间的梦顶 这还要由这个角度去吸收外面的灵状 这样就有境因心 因为你的心才去出境 所以食心合合 这样的名字叫做心筋尼幽 地角自性 食心 食就是这个身体 心就是无形的 就是精神 今天我们这个地角的身 我们去触 触外面的灵状 触外面的灵状 我们的感触就会感觉怎么样 今天长得更冷 今天更不冷 长得更冷 今天更不冷 你哪知道 因为我感觉 今天心腹更热 那就是你的心筋 你的心筋里面的感触 你随随反映出来 你的知觉性很高 你随随反映 知道今天你更冷 差一度两度而已 你妈最衰 对吧 因为你的食心合合 你食就是你的心筋 你心有一个感受 今天怎么起来这么冷 你的心筋就冒汗了 对吧 所以肉体跟你的心合合起来 你这个经过的心筋 就有直觉性 所以我们的心筋 不可以没有直觉性 没有直觉性就没有心筋了 没有心筋就已经没效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角度 就是我们的心筋的心筋 没效的意思 对吧 这是我们的 离这两种的胸来中 我们的心筋最有感觉 今天去哭哭 哭哭就是什么 没有效的意思 我就是要睡碰上 你叫我睡这个房子盲上 我一躲下去 哇 腰痠背痛啊 我好讨厌哦 好苦哦 好了 就是胃嘛 胃了你一定要怎么 离 你一定要跟离开 跟着你不喜欢的口 你就要拆开 你就要离开 那就是你自然的心里面 你自己就感觉说 哇 看到那个房子 哇 我就没教育 这就是心里面里面 自然的胃 哇 这到很教育的事情 接触好快乐哦 很顺我的意思 我就是这样啊 对吗 因为我们中生的心就是 厌苦求禄的心理 那么你 这个心里 哇 有很有效的意思 我正好热 热得不得了 哇 吹到冷气 心情多好 你都不知道 你敢离 不离开 你一定会坐在那边 所以如果到夏天 如果有冷气 冬村 你冬天不走 他就要坐下 因为有效的意思 所以这个离跟合 那国有有遗和孙的 两种的胸离这个来中 其实 遗也好 孙也好 理也好 合也好 没有自替 看似的 径来 三生径 径去就没径 你不是每次保持这种感触 你这个感触不是整天的 你这个是没有自体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 离我们这生径的感触 很多事 日常生活里面 用的东西 我们所在触摸的东西 很多我们会感觉 噢 同样这部 哇 这部剂 柔绵绵 哇 和一部粗粑粑 对不 那这样的感觉起来 梦中一粒很舒服 这粒就不舒服 这就是我们的 胃和孙 其实 这是一个人的感觉 对不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一个人的感觉 很高贵的 一粒一粒 整粒滚了万块 那是什么 你知道吗 那是麻生做的 麻 那就是我们的感觉 粗粑粑的 好 人家说 穿外套戏的 这有造成吗 没有啦 有造成吗 没有啦 你的心给你 吐下那个境 那个境三生 理 合 为 孙 的营远在里面 所以我们 你这个中间 你去把他拿回 有时候 你就会减少很多烦恼 当你不介意的时候 你就是 看着这个 凌鸣经里面 在讲的道理 这样 心里面就比较平静 各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 会面会数 我们待会会 接着接着 接着接着 来给各位说明 那么各位 你要听这部 凌鸣经 我希望你一定 要有精本 因为凌鸣经里面 很多闻眼 你若是没有看凌鸣 我认识 你听不懂 而且我又用明朗语 不是用国语的 所以我希望 你们一定要对我的经意 这样你们才有帮助 我们来回向 愿意出共爹 中严佛政党 上部数党因 下座三度寇 要有建文质 释法普体心 尽处于母心 同心基督国 那么本书 释迦阿们尼佛 那么本书 释迦阿们尼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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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